今天要準備平安 平安 聽到嗎 聽到嗎 那今天呢是在講到開始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週七天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最後一天是哪一天 這個禮拜六 我們說對絕大多數來說 一週哪週一天 其實是我們以前認為是在禮拜天的 很好的禮拜六 那其實我們今天呢 很多時候把今天 禮拜天 就作為的第一天 那其實以前呢 我們認為今天是一個週末 因為明天是新的一個開始 我們開始上了上班 讀的讀書 快樂 沒有開 沒有開嗎 好 現在好 好 那其實我在以前 沒有來美國以前 我們都有可能是這樣 我們一週我們的日曆 都是到最後兩個 就是禮拜六的白天 禮拜一是第一天 那來到美國 我們發現 這個日曆打開最左邊 也就是說一行的最左邊 第一天是禮拜天 那麼這個禮拜天 其實是作為的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它禮拜天為什麼是一週的第一天呢 有不同的說法 但其實呢 這是跟這個 美國帝國的根基 跟這個基督信仰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 基督徒 把禮拜天 也叫做 什麼日子啊 叫主日 The Lord's Day 那為的就是紀念主耶穌的復活 那主耶穌的復活是標誌的一個新的開始 今天呢很特別 不單是主日 而且是復活節的主日 所以我們 真是感謝主 讓我們來到這個店裡面 一起來紀念它 我們先一起第一次來做一個道道 我們真是感謝你今天在紀念你復活的這個日子 你再一次的聚集我們來到你的面前來敬拜你 來讚美你 今天我們要藉著路加福音的這段經文 來認識主你的復活跟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 求主你幫助我能夠講得清楚 也幫助弟兄姊妹能夠聽得明白 求主你親自來帶你今天的聚會 祷告感謝奉耶穌的名 Amen 兩千年前的那個七日的頭一日 那個星期天的一大早 天都還沒有亮的時候 按照主耶穌的墓門前的那塊大石頭 就被挪開了 墓木卻是空的 因為我們的主復活了 復活的主讓我們可以認識他 復活的主也讓我們可以去尋找他 復活的主也讓我們的生命可以改變 我們先一起讀今天的第一段經文 一起來 七日的頭一日 一日的一日的時候 那些父女帶著 所欲滅的山蕭牌 還到墓中間 看見師父已經從墓木 崩開了 他們就進去 時時遇見耶穌的聖地 耶穌規定十字架之後的第一個禮拜天 也就是經文這裡面講的 七日的頭一日 一大清早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 和其他幾位婦女 都帶著香料 來到安葬耶穌的墓那裡 那這個是當時猶太人的一個葬禮的規矩 那死者呢 他的親友呢 一般會用這些細麻布 還有一些的香料 來包裹死者的這個身體 這樣呢 不單是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 而且呢 也表示對親友 對死者的一個 親友對死者的一個尊敬和愛 那經文在這裡說呢 父女們來到墓墓前 看見石頭已經從墓木滾開了 那石頭已經從墓木滾開了 是什麼意思 可能在座不是每一個朋友都明白 那因為在猶太人的這個 他們的墓木跟我們中國人的墓木 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在當時的這個以色列 那猶太人 特別是這些富有的猶太人 他們的墓木 通常是在一大塊這個石頭 這個岩石上 找出來的一個大洞 就好像是一個房間 那在這個石洞的最裡面的石壁上呢 找了一個槽 那個就是來安放這個遺體 在石洞的入口處呢 是有一塊很大的圓形的石頭 作為一個門一樣擋在那個地方 那在墓門的底邊呢 還有一個找了一條 一個滾道一樣 那這樣當安葬完以後呢 這個很大的石門就可以再滾回去 把這個木門給它封得很嚴實 那大家可以想像 這塊石頭一定不是輕而易舉 就可以被移開了 那這裡我們剛剛讀過這段經文呢 把這個細節講得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們開始在馬可福音裡面 就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再看下一段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 七日的第一日七天明早 出太陽的石頭 墓女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的時候 誰給我們拿石頭從墓中的開山 那石頭原來很大 那石頭原來很大 那這邊我們知道 在當年耶穌墓前的這塊石頭 應該是非常重的 那幾個狀態可能可以把它推得中 那要靠幾個婦女 是怎麼也把它推不動 所以他們一路上在想 怎麼把它推開 那又是誰把這個石頭 從墓墓前面推開的呢 該講是一般人推不開的 那馬太福音說到 當時是地大震動 因為有主的使者 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了 原來是主的使者 也就是天使把石頭滾開了 那天使是不是擔心 耶穌如果在墓墓裡面復活了 那他從裡面是把這個石頭推不開呢 就出來不了呢 那在馬太福音裡面記載 耶穌的墓墓當年其實是有重兵拔手 那因為當時的這個羅馬政府 包括那些法利塞人 就釘視耶穌的這些文師啊 他們是怕門徒晚上來 把耶穌的這個屍體偷掉了 然後就造謠說 啊耶穌復活了 你看他的身體都不在了 所以那個地方一直都有冰釘來打手 那在這些冰釘 他們看到滾開 這個天使滾開 這個墓墓前面的大震動的時候 經文說他們是嚇得發的 像死人一樣 所以他們沒有看到復活的耶穌從墓墓走出來 只看到打開墓墓的這個天使 另外我們復活的主 其實他其實也完全沒有必要 說好像要把墓門打開 我現在復活了我才可以出來 那我們知道 如果讀過福音書的你們知道 耶穌在復活的當天晚上 他就去看望他的門徒是吧 那他就向這些門徒顯現 門徒當時是很害怕 你看他們跟著這個 就像他們的主都已經被抓了 而且被釘死了 那他們就跑 跑到他們的家裡去藏著活著 所以他們就是防門禁閉 但是呢在約翰福音呢 兩次記載 門都開了 耶穌來站在他們中間 門都開了 耶穌來站在他們中間 OK 喔 對不起 門都關了 門都關了 我是他的繁體字 現在學習這個繁體 所以他要關閉 我今天第一次用了繁體字的這個講稿 大家 對對對 好 所以他講的門都關了 OK 那耶穌來就站在他們中間 那這件事 我們很清楚 木門是攔不住耶穌基督的 復活的主他根本不受這個空間的限制 他完全可以穿前而過 那如果是這樣 那天使為什麼要把木門打開呢 有什麼必要呢 主要是不是直接就出來了 那木門打開 對主沒有必要 但對我們人卻有必要 因為婦人們不能夠推開這個木門 這道木門就成為 這些婦人們認識 復活的主耶穌的一個 一個男孩 一個不能夠逾越 不能夠跨越的一個主男 那只有木門打開呢 他們才可以親眼看見 這個墳墓裡面是空的 看到耶穌已經不在裡面了 那才可以知道耶穌真的是復活了 那基督信仰也才可能被這些婦人 以及耶穌的門徒真正的接受 那兩千年前 一個禮拜天的清晨 天使把安葬耶穌的墳墓的木門打開了 通過這樣的方式 復活的主就讓當時的人 可以親眼看見 可以親身經歷主的復活 可以認識主耶穌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福音也因此被傳開了 歷史歷代 復活的主其實一直都在開啟 一道一道看上去打不開的 沉重的門 以便讓那些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人 可以認識復活的主 那舉足前是我們教會的宣教民會 我們提到不少我們教會參與支持的宣教士 那這些宣教士呢 有些是在非洲去向當地的土著傳福音 有些人是在這個回族地區向回民來傳福音 那有些人是在這個 在一些地方 長年受到逼迫 這個教會受到逼迫的地方來傳福音 在這些地方 要麼就是因為三高不遠 要麼就是因為有其他的宣教的台式 或者說因為當地政府對信仰的種種的限制 那福音長年都很難以傳的進去 那上帝就使用這些宣教士 就去打開這些地方封密的這個門 讓當地的人可以聽到福音 可以認識耶穌基督 那在座不少人可能都還記得 大概在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了 那夏威夷來了一位瑞士的留學生 叫Joe 那Joe呢一邊是在夏威夷大學學習 一邊呢也在我們教會聚會 那Joe是會說七種語言 七個國家的語言 他的普通話講的比我標準多了 而且他寫的一首非常漂亮的漢字 那在我認識的同名人當中 很少有人的字寫的有他呢 那他來夏威夷之後呢 他又去後來讀了神學 那畢業以後呢 就去了中國四川的一個 遺族自治州的一個小縣城 在那個地方教英文 我聽說過Joe 他教英文的那個小縣城 那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就在那個兩三州那邊長大 那是一個大山深處 以遺族人為主的一個小縣城 那我們是漢人那個小時候 那我們一般都是不去那樣的地方 那因為去一趟啊 要翻山越嶺 路況差 這個車況更差 那當地經常都有這些車回人亡的事情 這個都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 而且就是說 就算到了那個地方 對一個外地人來說 也不安全 因為伊斯文在那個地方 當時是台外的 而且後來我們知道 那個地方西服販毒也非常嚴重 但Joe一到了那個地方 他真是愛上那個地方 他說那個地方跟他的瑞士老家很像 有很多的山 不但是這樣 山上還有雪融花 是他們的這個國花 那他去了那個地方就真是捨不得走 他也很愛他的那些學生 跟他們做好朋友 那不少學生呢 慢慢就通過他認識了耶穌 成為我們主內的弟兄姊妹 那其中兩位還在多年以後 成為我跟洪川婚禮上的伴郎和伴娘 真是很奇妙 所以上帝你看使用就到那麼偏遠的地方 而且是遺族地區 就為不少的人打開了這個福音的大門 讓這些人在那個大山的深處 都可以來認識我們富婆的祖 而且讓舅在那個地方真是得人不得欲 那後來我們教會的民歌周杰 趁著去參加一個在中國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 就順道去看望舅 那知道呢 民歌那次在學術會上呢 就認識了洪川的爸爸 後來我的岳父 那他邀請洪川的爸爸到夏威夷大學 來做這個合作科研 長話短說 那洪川的爸爸媽媽 後來也來了夏威夷 他們也在我們教會信主受洗 那也把這個信仰帶回成都給了我跟洪川 而最終帶領我跟洪川 爵志信主的那個帶領 就是後來搬到成都的舅 同樣一個人 所以你看上帝使用舅 不但在那個深山裡面開啟很多的門 而且他談到一個新的地方 也一直在開啟這些門 我以前想了沒想過 那我想 弟兄姊妹你們回想自己 當年怎麼信主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們當時的那個經歷 你們是不是當時 從來沒有想過會信主 或者說 知道信主好或者怎麼樣 但是 決定了我是不要信主的 因為我不管什麼原因 我是定義 不要接受這個主 但結果呢 我們一個一個後來都信了主 那是復活的主 那是復活的主 藉著其他的弟兄姊妹 在當年 就來到我們身邊 分享他們的見證 來帶領我們 藉著這樣的經歷 主耶穌就把這些門打開了 福音的大門打開了 所以我們都要感謝我們復活的主 那第二樣我講是復活的主 讓我們可以去尋找祂 那復活的主 他怎麼讓人可以找到祂呢 他我們剛才看到 他直接是向人寫劍 所以他通過寫劍 就讓當時人可以直接找到祂 那這裡我們看到 這些進入到坟墓裡面的婦女 她其實正在非常困惑的時候 那因為他們為了妥占 安葬這個耶穌 他們其實帶了很多的香料 一大早就出門 一路上還想著 怎麼樣去把木門前的這個大石頭 摩開這些事情 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 走到木門前面的時候呢 看見木門前面這個大石頭 已經打開了 而且往裡面一起 一看 更不得了 耶穌的身體不在裡面 只剩下包他的一團這個細麻骨 而正在他們非常的瘋狂不解的時候 突然又跳出兩個天使 穿著白色放光的衣服 所以這一連三次的意外 嚇得他們真是不知所從 那就在這個時候 天使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那他說呢 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 當紀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 怎樣告訴你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裡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為什麼在死人中尋找活人呢 天使這裡是在提醒這些婦人 就好像在說 你們是在這裡找耶穌嗎 你們找錯地方了 那這裡是墳墓 他已經是復活了 他不在這裡 馬胎福音記載 復活的耶穌 馬上其實在這個墳墓外面 就對父母說 他說 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叫他們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必見我 這裡我們看到 人是在尋找主耶穌 但主耶穌呢 也是讓人可以找到他 還不是說復活了 一下就消失了 根本沒有人再見 而且復活的主 其實不單單 當時就顯現給這些婦人看 當天晚上 剛才提到他還穿墙而入 顯給他的門徒看 之後還同時顯給 五百多弟兄看 那《使復行傳》裡面 所以這個復活是真真實實的 第二 復活的主 用聖經向這個說話 那復活的主 不單是通過 剛才講的 顯現給人看 讓當時人可以找到他 復活的主 其實還記著他 說過的話 讓人可以記起來 讓人可以去尋找他 就像我們剛才 在經文裡面讀到的 天使在這裡 特別提醒這些婦女 當紀念主 當紀念主還在加利利 的時候 怎樣告訴你們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 罪人的手裡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經文緊接著說 大家有沒有注意 這些婦人就想起 耶穌的話來 他們就想起 耶穌的話來 我想這個時候 這些婦女 他們的心情一定非常的複雜 那他們心裡面 不單是充滿了 因為剛剛看見 天使的這種害怕 那也是對耶穌復活 有很大的驚喜 那我想他們還有 滿心的這種羞愧 因為耶穌在受難以前 早就不止一次地 告訴過這些婦女和門徒 那他要怎麼樣的遇難 他要怎樣的復活 這些婦人們聽到了 覺得難以想像 就難以相信 我們是不是也是這樣 神經上的一些教導 我們一看 哇 自己想像不出來 我們就不相信 那這些婦女就是這樣 以至於他們 來到耶穌坟墓以前的時候 他們是肩坎手提 拿著大包小包的香料 要來這個高摩耶穌的 那他們是衝著耶穌的遺體來的 他們是對主 在這個地方 你看喔 是有愛心 有忠心 但是却沒有什麼 沒有信心 因為他們的行為 就表明他們其實不信 不信耶穌跟他們講的話 但當天使指出耶穌 曾經對他們說過的話的時候 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 就反映過來 原來之前主耶穌指的 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 都是真的 耶穌真的是上帝的兒子 真的是上帝派來拯救他們 他們因此也就找到了 他們一直在等待救主 那麽知道 復活的主 應驗了救約聖經很多 指著耶穌的預言 那也因著主耶穌的復活 我們有了今天的新約聖經 那裏面記載了很多 耶穌當年說過的話 做過的事 告訴我們 耶穌是什麽樣的一個人 今天耶穌記得我們手上的這本聖經 其實還在繼續對我們說話 那我們可以通過聖經 能夠認識到它 能夠這樣找到它 那創立我們新一會的德國神學家 馬丁路德曾經說 在聖經裡面到處都可以找到耶穌基督 我想讀過聖經一段時間 弟兄姊妹都有這樣的體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意這樣的說法 那如果我們平時認真讀經的話 就會發現 生活當中其實發生的很多的事情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會讓我們想起耶穌基督講的話 都寄來聖經的 我們因此呢 就可以常常找到主 因為我們可以常常經歷到它 那第三 我們在 第三點我想講的就是 我們在尋找耶穌的時候 其實有好多的誤區 至少有三種 那當這個 我們看到婦女們在神中 尋找復活的耶穌的時候 他們找錯了地方 那沒有馬上找到耶穌 今天我們來尋找耶穌 認識耶穌的時候 完全也有可能找錯地方 我們可能本來是希望 要多了解耶穌 希望有一天是可以相信耶穌 但是我們好像就是信不了 這一步好像就是賣不出去 或者我們已經信主好多年了 但還是覺得好像 自己跟信主以前差別不大 我還是我 耶穌還是那個耶穌 自己也沒有多少 經歷主的這個體會 這種親身的體會 那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很可能就是 找耶穌的時候 找錯了地方 走進了一個 尋找耶穌的一個誤區 那我想至少這邊有 我想有常見的三個 一個人就是把耶穌當作 偉人來崇拜 來尊崇 記得以前在學領語的時候 還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一句話 但他還不信主 就看到一句表現 耶穌的話 他說 Jesus is the greatest man Ever lived on the earth 耶穌是有史以來 最偉大的一個人 在這個地球上 那大家覺得這句話對不對 今天的資訊很發達 我們只要上網 稍微查一查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考古的證據 證明兩千多年前 以色列確實出現過 有一位叫耶穌的人 那最後也是拜一位 叫做比拉多的羅馬巡撫 釘死在十字架上 前段時間我看到 還有一個展出 打著有比拉多名字的一個戒指 也被挖出來 那已經幾十年前 這是現代工 那我們甚至可以通過一些 聖經以外的一些歷史文獻 瞭解耶穌是一個 行了很多神迹的 神迹奇事的一個先世 或者我們只是單單的 把耶穌當作一位 活了三十多歲的 一個宗教的教主 或者說一位 基督教的一個代表人員 來看待 那如果我們對耶穌的認識 只是僅此而已 我們也不想再多認識 而且就下決定 那我們就是在死人當中 尋找活人 我們就不能夠真正找到耶穌 也很難接受 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而且是我們生命的主 第二 我們還可能把耶穌當作 知識來考察 那當然對耶穌了解多了 我們有時候想 是不是就對耶穌 就容易相信的 其實規定 那有時候我們 像耶穌當年的那些猶太人 特別是那些一心想要 定死耶穌的文士 長老 還有祭司長 那他們其實是從小 就在讀這個聖經 考察聖經 那他們對 旧約聖經可以說是 良如指掌 非常的熟悉 他們也很敬畏上帝 並且盡力去遵守 上帝的律法 他們以為 靠著遵守這個律法 就可以得到永生 他們甚至很清楚 上帝 會給他們派來一位 比賽亞 就是基督 來拯救他們 並且一直在等這位救主 但當救主耶穌 基督真的來到他們中間的時候 他們卻沒有去認真的 去聽耶穌的教導 去回想曾經 讀過的那些經文當中 所講 所預言耶穌的事情 反倒被他們自己的這種驕傲 這種妒忌 這種仇恨 充分的頭腦 以至於最後把 他們等的這位救主 基督盯在了十字架上 記得耶穌怎麼樣罵他們的嗎 那耶穌說 因為這些人 沒有上帝的道 存在你們心裡面 存在你們天天不清 因為他所猜來的 猜來的 你們不信 你們查考聖經 因為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不曉得 你們讀的這經 其實是在說我 是在給我做見證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永生 這耶穌在約旦福音裡面講的 那今天有不少的宗教學者 專家 也跟其實這些猶太人很像 他們單單去研讀聖經 考察聖經 把聖經的內容作為 一種學問 一種知識 卻不相信 裡面所預言的耶穌 這本質上 也是在死人當中 尋找很多人 結果他們可能是 滿腹經論 但是生命卻沒有改變 那我們今天 其實也可能重蹈負責 信主時間長了 我們可能慢慢就成了一個 有豐富聖經知識的老基督徒 那這當然是好事情 但如果我們只是滿足於去了解 甚至去認真的查考有關基督的各種 預言神迹其事 但是卻不真的 卻不真的相信 這些預言 這些故事 不相信耶穌講的話 那我們其實還是在死人當中 尋找過人 還是找耶穌找錯了地方 經歷不到符合的耶穌 比如說耶穌說 不要為明天用語 你們要先求祂的佛和祂的意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那我們說這怎麼行 我們不要靠自己的奮鬥 如果不靠自己的奮鬥 那什麼東西都不會有了 結果呢 我們還是天天圍著我們的 衣食住心 忙得不停 也常常為明天用語 我們如果對主沒有信心 就算信主再久 聖經再熟 耶穌對我們來說還是死 不過是一個聖經裡面的人物而已 跟我們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也體會不到 主是那位復活的主 是有大人的主 是可以信靠的主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和那些其實靠守律法 得永生的猶太人 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 那第三種無區 把耶穌當作榜樣來效果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經常都說要效法基督 那不過呢 如果我們單單只是把耶穌 當作一個榜樣去學習 去效法 去模仿 那我們其實還是在死人當中 尋找過人 還是找耶穌 找出了地方 那恐龍讓離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那恐龍是孔子的二十四孫 是東漢末年的一個大文學家 在我們小時候讀的三字經裡面 都有他的記憶 說容四歲能讓離 那其實就是說 在恐龍很小的時候 在四歲的時候 就很懂得謙讓 願意把這個很大根的這個離 水果給他的哥哥吃 那恐龍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小朋友 但是很好的榜樣 那對我們教育下一代 可能有一些作用 但是我想很有興趣 因為恐龍只是一個好榜樣 他都死了一兩千年了 可以說 他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們如果學不會他的這種謙讓 我們的小孩學不會他的謙讓 他也不能來幫助我們 是吧 效法基督確實不一樣 因為基督不單是我們的榜樣 他也是復活的主 那學習恐龍讓離會遇到的挑戰 我們在效法基督的時候 也同樣會遇到 這種挑戰 突破自我的挑戰 但是兩者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因為在效法基督的時候 我們遇到挑戰的時候 我們受到挫折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求告主 主就會來幫助 這是他的應許 我記得小時候在學寫毛鼻子的時候 我照著這個毛鼻子的字體 哇很認真的 一遍又一遍地寫 可是就連最基本的這個筆劃 都寫得很不像 哇橫不平 樹不直 然後如果要遇到一個樹彎鉤的話 哇那簡直是要命 那我的爸爸呢 是很喜歡書法的 他也字寫得很好 他站在旁邊也看著造型 那有時候呢 寫了好多次了 他也就過來 很有耐心地 就過來跟我看 他就會從後面把我的手扶住 握著他的大手握著我的小手 然後先跟正我的握拿筆的方式 這個手是不對 然後再教我一筆一畫 怎麼樣來用筆 哇這樣一點一點 慢慢慢慢 我寫的這個字啊 這些筆劃 就越來越像這個字體上的字 那我們的 在座各位可能有這樣的經歷 或者你有其他的經歷 比如說 爸爸教我們學執行車呀 或者用一種工具啊 用句子啊 我爸爸以前也是個木匠 他也這樣手把手地教我 怎麼樣來用這個句子 我們的主耶穌其實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道成肉身來到我們當中 在很多方面都給我們做了非常好的法 他死後三天復活 而且直到今天 到永遠他其實都活著了 他現在也就在我們當中 那些死了的寡量 不管是統容也好 是人風也好 是喬布斯也好 那他們現在什麼都不能做了 但是我們復活的主 卻不一樣 就像他自己說的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教法基督有難處是必然的 但我們如果來到他的面前來祷告 他就會賜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可以勝過我們自己的軟弱 幫助我們來效法他 變得越來越像他 這不是基督徒的一個好像美好的一個願望 這是很多信徒的親身的體驗 就像死路保徒把保羅說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再說 效法基督 如果只是把耶穌 當作一個兩千年前的榜樣來效法 而不去求靠 依靠這位復活的主 我們就是在死人當中尋找過人 我們就找不到耶穌 我們也就經歷不到這位又真又活的主 復活了主 不單是讓我們可以認識他 也可以讓我們去尋找他 而且他還給人帶來生命的感念 這是最後一點 那我們看到 這些婦女們知道主耶穌復活以後 他們有什麼反應 我們可以一起來讀今天最後一段的經文 上一 婦女們便從墳墓那裡回去 把這一切告出十一個使復和其餘的人 他告出使復的主是摩達拉和瑪利亞和瑪利亞 並養各的父親瑪利亞 還有與他們在耶穌的父母 他們這些話使復以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已樂起來 逃到墳墓前 低頭望一台 見其麻木獨宅一處 就回去了 請你息息所成而行 婦女們在這裡面看到 並且相信已經復活的主以後呢 他們就去告訴耶穌的門徒還有其他的人 那馬太夫就說 他們是急忙離開墳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 歡喜 而也不是走 是一路跑去的 他們跑去告訴門徒 耶穌復活這個大好的消息 這些婦女原本是極度悲傷的 他們看見復活的主 便是大大的歡喜 這是心情的改變 那這些婦人講的話是 這些婦人他們講話呢 其實在當時這種男尊女卑的社會當中 是很不受重視的 我們可以說當時這些婦女呢 就是這個 在社會裡面這些 謂卑言情的弱勢群體 那當他們一旦 當他們一旦看見 並且相信 復活的主與婦女 他們就馬上可以突破 當時社會對婦女的這種起始 成為復活的主的代言人 去傳呼一名 我們看到復活的主 代言給這些婦女 還有生命的改變 那有的也許會說 婦女 這個婦女相對是比較感性的 比較敏感 他們容易衝動 那你看耶穌的那些門徒 都是男的 那他們聽了這些婦女的話 在經文上自己都講 他們以為是胡言亂語 不信他們的話 那門徒當中膽子最大的 又是彼得 他一下就跑到這個坟墓的門口去看了一眼 但經文剛才記載 他也不過是心裡稀奇 也就是說其實彼得心裡面還是不相信的 那如果事情 這個故事就在這個地方就結束了 我們也許可以下這樣的一個結論 但是我們知道歷史證明 後來耶穌所有的門徒 這些都信 這些都信了耶穌是復活的主的那個門徒 他們真是也像這些夫人一樣 東奔西奏 不惜自己付上生命的代價 把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 埋葬復活的福音傳開了 教會也隨之迅速的發展 以至於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並且成為今天全世界 將近三分之一人口 超過二十億人的信仰 那我們聽過很多宣教師感人的故事 包括剛剛講過的舊的故事 那這些宣教師呢 他們就跟當年這些 憲政復活的婦人們和門徒一樣 他們被耶穌基督捨起的愛感動 那他們也自己就經歷到復活的大能 經歷到福音的大能 自己的生命也被耶穌來改變 他們就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真是像雲彩一樣圍繞我們 那有些可能我們覺得遠在天邊 有些呢其實是近在眼前 那幾個禮拜以前呢 我在一個調安器的弟兄主戴茶經 那炒茶的內容呢 就是耶穌為了署我們的罪 在十字架上怎麼樣受難 查經結束呢 我請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信仰對我們生命的改變 特別是請大家分享 新主以後 我們對罪的這個態度 這個認識自己身上的罪 有什麼改變 我們是霧靈團結的一群弟兄 那我們霧靈團結的弟兄 一般查經都比較害羞 查經期間呢 一般都沒有太多的回憶 那最後要分享了就更不容易了 那天我請大家分享了之後呢 還是像網上一樣 迎來是一片沉默 一片這個大眼瞪小眼 不過呢沒有等到十秒鐘 有一個弟兄就發言 聲音很大 而且就毫無掩飾 他說當然有改變了 新竹以後 很大的改變 他說以前我們去市場買建材 那經常可能就順手牵羊 小件的東西呢 就塞在這個大件的東西裡面 那誰都不知道 那這位弟兄還沒有說完呢 旁邊有一位弟兄又搶話 要來插話進來又說 那這真的是真的是這樣 我們有的時候去買水泥啊 去栗子 買水泥 多的是幾包水泥在一起 那中間我們就 塞一個這種鋸子的鋸片 那這個也看不到 這些收音員都不會檢查了 就這樣蒙蒙過關 那他信主以後呢 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們都知道上帝再看 就再也不敢去這樣做了 而他們說 現在去買東西 還生怕這個收音員少點 點漏掉一樣東西 還要確保每一樣都點 都付了錢 才行 那他都還沒有 我都還沒有 來得及時回應 因為我還是聽得很感動 另外弟兄又進來說 他說 以前就要偷吃鄰居家的這個水果 那現在鄰居家的這個果樹 長到這家的院子裡面來了 他看著水果在偏 都不動 都不去摸它 哇 這就是 那天晚上我們七八個弟兄分享 差不多九點一刻 沒有一個人打算要回去的樣子 我是後來看著時間要控制 不得不做了結束告告 那天晚上我為每一個人 感谢上帝 那這些弟兄呢 他們沒有去異國大乡 異國大乡 傳福音給那些土著啊 他們也沒有什麼傳奇的 一些一些 像這個之前邱會長來的時候說的那個 小李飛刀 小李飛刀到小李飛文 這樣很神奇的一些變化 他們只是我們當中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語言 他們沒有所謂的這些高研大乡 他們有的只是非常智能 淳朴的語言 很真實的體驗 但是他們的分享 同樣也見證了 復活的主 所帶來的一個個生命的改變 是連他們自己 都非常驚訝了生命的改變 所以這些弟兄他們的分享 讓我非常的感動 也很多鼓勵 那天晚上我們一起 見證了福音的大量 見證了復活的主 我們在一起彼此生命 影響生命 在七日的頭一日 石頭已經從木門前滾開了 墳墓是空的 我們的主復活了 復活的主讓我們 不但是可以去認識他 而且是可以讓我們去尋找他 並且他也給我們的生命 帶來全新的改變 我們一起祷告 感謝主你在兩千多年以前 為了受我們的罪 為我們實在是不加上 但是你在第三天就復活了 讓世人看見 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 求主繼續幫助我們來認識你 尋找你 你也繼續用你復活的大能 來改變我們 讓我們一生都可以為主而活 祷告感謝 我們以後一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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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我們以後一生都可以